复活节假期就完结了 于我来说是不知道放假和不放假有什么分别 因为我都是要回来拍片 如果这段期间上我ESHOP看 就会看到多了一个新的分类叫做抗疫大减价 一进去就看到其实就有很多减价的货品放在上面 有些我直头都还没拍片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最近最热卖的套装就是Purasonic A1i 是Fender旗下的一条iPhone专用的Adapter 加多一个可以通话的耳机原价是1600多 现在是减到1080 我都觉得减价幅度是很大的 如果你是用iPhone的 我都很建议你去了解一下套装 既然开了一个新分类就没理由只有几样东西 今天又有一样新的东西 第一个原因 第一它不是用Android 它是用自己的OS 第二它是没有内存的 它是给你插卡去听歌 很纯粹的一个Music Player 如果你本身有一些买了也好 Rip了碟也好 很漂亮的音乐档案 放在卡上给它听 其实都挺漂亮的 我认为它的声音足以比美M11 因为我自己觉得R5 DX160比较暖声 M11比较清声 它也是走一个清声少少的方向 看看它的样子 旁边很简约的设计 几粒按钮很简单 这个是On Off 加大小声 这些是Play 歌 跳歌的那些 它就有一个3.5的output 虽然刚才说的 它的声音是比美M11 始终人家M11 就支持2.5、4.4 入门来说 只是3.5都可以 接着有一个Micro SD的卡槽 我把歌都进入了 然后就插进去 接着它的底部和面 其实都是有保护贴的 它本身已经贴了保护贴 那它机里面还有一包保护贴 平时的屏幕很大那些 我就不敢自己贴的 但这个屏幕很小 我都敢自己贴的 现在使用手机给大家看 虽然屏幕不是很大 不过都算挺漂亮 挺sharp的 大家可以看到 很简单的 一板 接着 两板 一看就明白了 第一个就是Player 可以留意一下后面有一个step 什么叫step呢 是计步器 即是你走路 跑步 那些可以开了它 做运动的那些就对了 接着有蓝牙 蓝牙是做什么呢 除了它support 3.5之外 亦都support蓝牙的耳机 或者蓝牙的喇叭 还有上面有 FM的收音机工 接着我按入Player 给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入了一些歌 那些显示都不差 它除了蓝色之外 其实还有红色黑色和紫色的 那紫色就不是我套衣服 这种那么漂亮的紫色 那就是浅紫色 所以我就没有拿到来说 我比较喜欢 我现在手上的这种蓝色 和这种红色 都做得挺漂亮的 如果你是做运动的话 那小小的 有一些不是手带 可以固在这里 我不管你带着也好 固着也好 其实都是挺轻便的 那 难道带这个 这个很重啊 你带着它已经是 本身是一个 运动的一部分 那如果不是太大负担 去运动的话 用它 加上蓝牙耳机 都不错 虽然它不能够 安装其他应用程式上去 但它内置已经有计划器 这个设计都挺贴心的 那运动的人士 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 那现在以$899 买个Player之外 也可以$399 加购它同厂的MS1 单动圈的耳机 这个耳机 平时买的是$499 它单动圈 就一定不会不好听 我自己听过都挺喜欢 那种 挺浓的声音 中频很厚润 你不要想着空间很大 分析力很高 不是 反而音乐感很舒服 听人声很舒服的一只耳机 它原本金属壳版本的MS1 是要卖过千元 现在转了胶壳之后 便宜了一半 里面份料没有变 只是转了壳 转了壳 转了壳 也有好处 令到它就好像AP80 有很多颜色 它比AP80有更多颜色 我先看看旁边 它有黄色 红色 紫色 蓝色 和黑色 当然大家看到好像有粉红色 为什么不说 因为它那个粉红色 做到出来 就发觉一般 所以就连接了 但是呢 我手上拿着这个紫色 我自己觉得就非常漂亮 这款就是真的我喜欢的紫色 如果你一直用电话听歌 现在想试买一个Player玩一下 我都挺推介你用AP80 因为不需要自己装很多其他程式 很纯粹地听歌 也不需要烦恼买什么的耳机 因为这个MS1 其实和AP80同厂是挺相配的 我认为还可以配合颜色 2 3 3 4 5 3 5 ō